凭选战最后一礼路 副总统赖清德北中南全台跑透透 扮演队营最强母鸡角色 辅选造势要守住绿地 民进党籍参选人抢着腰赖清德站台 更不约而同高挂信赖台湾的竞选看板 赖清德积极替党内小鸡辅选 被外界认为是在为总统大选铺路 累积政治能量 对民进党内部来讲 当然认为说赖清德在2024的这一战 并不会缺席 所以你看在今年的选战里面 即使赖清德并不是站在一个 主导选战的一个主轴方向 但是对于这个所谓派系上面 看起来他非常的积极投入 这个地方的辅选 当然也是为了后续的政治能量 来作为一个准备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是一个务实的台独主义者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只要看今年的选举里面 对民进党最大打击的 应该就是所谓抗中保台的 这个口号已经完全被撕掉了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赖清德如果出来的话 他显然会遇到 一个最大的心理上的一个障碍 其实我们大概也都知道 蔡英文比较支持的是陈建仁 但陈建仁可以说在政治地界上 是完全一片空白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民进党恐怕 要有一番激烈的斗争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会红 拉到十票 我相信我们就可以胜选再旺 赖清德四处啪啪噪抽人气 前副总统陈建仁也不遑多让 分别担任陈时中林嘉隆 竞选总部主委和荣誉主委 是绿营重要的助选员 但与参选人相比 陈建仁反而更像候选人 布局2024练兵暖身 我想陈建仁他加入民进党的这件事情 基本上被外界认定是 蔡英文为后面在做的这个布局 因为事实上陈建仁在最早的时候 并不是民进党的党籍 而且后来在入民进党的时候 事实上也是非常的低调 直到整个都进入了之后 才发现到说原来是蔡英文推荐的 本身在这个所谓的民进党内 基本上是站在一个 比较中性的一个角色 我认为民进党还是希望 透过陈建仁去做一个 中间路线的这样一个布局 民进党的选情结果是不错的话 那这个陈建仁的影响力会比较增加 因为蔡总统是不断的在持续在 协助这个陈建仁的一个影响力 但是如果这次的选情结果 不是那么理想的话 那陈建仁影响力就可能会降低 除了赖清德陈建仁 讨论市长钟文灿将在年底卸任 下一步动向也备受关注 这次不止积极替郑孔站台 也跨出桃园到各县市助选 不断挑战2024总统大位 或是入主行政院 不难看出郑文灿对自己的下一步 其实早有准备 郑文灿到目前为止 他就是桃园市长 这是最高的历练 那以最高的历练来讲的话 其实他要看政绩 不过很不幸的是在他的任期的后段 那就发生了 包含说这些工程上的一些弊案 而且也没有中央政府的历练 这个也是一个致命伤 不过我们回头看的话 基本上台湾的选民是很挑剔的 你一定要有相当的历练跟经验的 那更何况是总统这样的一个滋味 九合一选举结果被视为 2024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绿营母鸡当超级助选员 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TVBS新闻何嘉雅刘苑轩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